早上好 我已经到县城了 天都还没有亮 我是买到六点半的车 现在在这里等车 天还没亮 我的天啊 还蛮快的 现在八点钟 刚好到医院门口 撒了一个小黄车就过来了 现在就受清车露宿了 一个人 做了一个米苗 然后 在医生开了 下次的单做了B超 还行吧 目前状况还行 然后 就这一次的话 就要关注了 因为我早上很早就过来了嘛 它那个抽血的要 几天几步要两个小时 我在外面找一下转一下 我还没有吃早饭 就找到电子 终于所有的项目都做完了 哎呀 好累啊 说实话 说实话 我早两天 可能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 我去医院去打过晚上打过针 然后可能多多少少 因为肚子很痛 多多少少有点影响 不过还是长得还 还是结果还是挺好的 挺满意的 医生也跟我说 叫我注意一些事情 本来我是没有打算说要回去的 但是不行啊 家里面出了事情 就必须要赶回去 我又没有想过要回来了 看好累啊 现在我妈妈走过去坐车 这个小房车过来的 到贵人站 儿子在这一等 说实话 不得万不得已 真的不要走到寺馆这一步 这里好热闹啊 我还没有坐过这扇车 哪天我一定要坐下这个车 再过两秒坐过来 这里是桂林站 也是很意外的 真的蛮意外的 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说 不回去也不行 做人真的好无赖啊 而且这个坐寺馆的路也很艰辛 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我今天真的挺替我那个朋友开心的 因为他 已经就是过两天他已经准备要回去了 真的 很好很不错 我因为我订的那个车数两点钟 本来我是订的一点钟 但是我来不及了 时间赶不了 时间来不及了 赶不了 我能马上回去 在那里的时候 我坐的时候 在那里的时候 我坐的时候 在那里的时候 我已经跟那个医生说了 我也去打搅了那个医生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交班嘛 我上来很早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就过来就先帮我抽了血 就问我抽了血 因为等那个血 要等两个小时 然后他说打电话给我 哎呦没打 后面我等了等差不多两个小时了 两个半小时了 那医生才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没上去 但现在做完了 他说要躺下来休息20分钟 然后我就休息了20分钟 就没有赶到一点钟了 那趟车 然后就只能坐两点钟的车